第13題 乘上題 關於甲乙糧反應的質量變化下列解釋何者正確 我們曉得呢 這個碳酸鈣加鹽酸以及鐵生鏽 鋼絲溶生鏽跟氧化呢都是放熱反應 所以他說甲是吸熱反應 乙是放熱反應 這個說法是錯的 那麼他們兩個呢 都是產生了化學變化 有新物質生成 那碳酸鈣加吸鹽酸有生成二氧化碳 鋼絲溶跟氧會產生氧化體 都有新物質生成 所以他們都是化學變化 所以 逼說甲是物理變化 乙是化學變化 也是錯的 同時呢 即使是物理變化 也是會遵守質量守恆的 並不是說物理變化就不遵守質量守恆 那麼 我們也曉得 根據道爾吞的原子說 化學反應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組合 其種類跟輸入沒有發生改變 所以所有的化學變化都一定遵守質量守恆定律 所以他説說兩者都是不遵守質量守的化變化 這也是錯的 所以我們答案呢 只有C的選項對的 這我們剛才在講解上一題的時候 就已經跟各位說明過了 我們的碳酸鈣加上吸鹽酸會產生二氧化碳 因為它平止開口 所以二氧化碳會跑掉 那麼鐵會氧化 會得到氧 所以氧會進來 之前沒有算到 所以覺得重量會變大 所以呢 第十三題呢 我們的答案呢 要選擇的是C 假有物質溢散到空氣 而已由空氣中得到某物質 這就是它質量變化的原因 第一